一名王信騎士 昨天騎車行進新北市中和 機車非法改裝被取締 簽罰單的畫面被民眾拍下 PO上網 甚至還傳出紅單 多達十八張 不過事後警方是解釋了 只有開四張罰單 因為是一試三連單 所以看起來不少 不過因為改裝開四張 其實不常見 最重可罰一萬五千元 讓男子手沒停過 罰單一長串 從車身一路到底面 簽名簽到手很痠 有民眾募集直說好誇張 簽了至少半小時 網路還傳出罰單加起來 有十八張這麼多 是合法的嘛 但是你好像有點過度執法了 怎麼可以開到二三十張那種感覺 畫面一出 馬上掀起熱議 事發就在新北市中和 二十六號晚上六點多 二十一歲王信騎士行進城公路 機車沒有後視鏡被攔查 原警取締還發現未設防燙蓋 引清進氣改裝和變更車身顏色 多項違規改裝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其實是開四張罰單 因為改裝被開罰 一口氣挨了四張紅單 的確也少見 最重吃上一萬五千元 但僅僅四張怎麼這麼長 警方解釋舉發通知單 一份有三張 分別由分局監理單位 及車主留存 而常見的改裝取締 像是車燈排氣系統 擋泥板及煞車傳動 通通被點名 不要為了耍帥求目光 任意非法改車 畢竟裁罰是累進 違規一項開一張 別跟荷包迫不去 甚至影響用路安全 記者超前一封 新北報道